再补充 要达到这些 我们知道这些道理 要怎样去保持健康 怎样吃得健康 为什么怎样去运动 可是大部分人都没有这种 那种意志力 没有那个恒心 有一些人有动力 可是没有恒心 所以怎样来超越这种 这种懒惰 我给你一个比喻 我们实际上去看牙医 牙医都讲我们要把那个 用牙线来拉牙 所以这个是对我们的牙齿 牙齿是健康的 肯定有帮助到的 可是大部分都做不到 因为觉得很难做 所以我也是有这种的问题 可是有一次我听到有一个建议 你只有拉一只牙 每一次拉一只牙 一只牙就够了 可是你拉了一只牙 你觉得还可以再做完 你就做第二只 所以我改变我们的看法 那一次我就可以拉完 我本来是打算做一只牙 可是后来 因为改变这个思想 我们可以做得到 所以不要犹豫不决 只是停留在想的阶段 先做了第一步 接下来第二步第三步 就跟着来 小小的每一个小小的 在精进 所以这也是一个 我可以做到的